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请选择你要杀的人 预言家请睁眼 请问你要验证谁的身份 女巫请睁眼 你要使用毒药还是解药 有没有搞错 怎么什么角色 我是他一个人在演 就是身兼多职 可爷爷都活得好身不 今天的夜访课是我们身兼多职 主持多才多艺的李欣宜 大家好 我是欣宜 其实大家每天在不同的管道和平台 看到你可能没有发现到 姐姐你已经入行第十 十还是十一吧 十一年了 真的是见惯所有什么大场面都 没啦 有很多可以去探索的地方 但是应该没有什么东西 会再让你紧张或者害怕的吧 还是会有啦 你主持一个大型的节目 人很多的时候还是会有 今天人不多 可是我们现在要启动一下 你现在当那看节目的人是什么 人也很多啊 对不起 我给广大观众道歉 你为什么这样子诅咒自己的节目 会有很多人 会有很多人看 好 OK 我们马上启动 很多人都很喜欢的 鬼问题神回复 想请你的大老板和你最爱的男人 吊水里救谁 当然是老板 为什么 男人一定会游泳 我的男人 最讨厌别人标签你什么 很忙的人 让你化身经典的角色 Wonder Woman和樱桃小丸子选一个 樱桃小丸子 因为脸型 因为脸型 因为脸型比较接近 裸泳裸睡裸奔 选一个 裸泳 有水盖这个比较不会害羞 有试过裸泳吗 有啊 就是在那种 private pool 就没有跟大家一起的 天啊 我大胆 可以干掉一个主持人 最想干掉谁 为什么我要干掉一个主持人 你可能不喜欢他 各种理由 可能你可以干掉他 就你吧 因为你是最接近 对 你很浓静耶 鱼有浓烟 用一种体育项目形容自己 体育项目 对 形容自己 那个 游泳吧 为什么 因为忍得住气 拿掉一个坏习惯人生 就会变完美 你要拿掉什么 脸床 有穿衣服吗 有 他们说月有圆缺 下一句歌词是什么 好难 他们说月有圆缺 我不记得 怎么办 所以才美才浪漫 好厉害 觉得自拍好看还是被拍好看 自拍 有 请用好嗨好爽好舒服 照个句子 我今天来的节目是好嗨的 然后我坐在隔壁 这个美女的隔壁好爽 然后我们聊天都好舒服 在路上被人叫美女什么反应 肯定不是叫我 是叫我啦 我真是假决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干掉你 我今天上一集管是主持人 看到讨厌的人跌倒 第一个反应是 笑他 所以讨厌的人是毫不掩饰 你就讨厌他 对啊 我很少讨厌人的 如果真的讨厌人 我真的会把他讲出话 都讨厌谁啊 那个 好啦 好没有骨气喔 怎么办 哈哈哈 现在在上这什么节目 深夜食谈 哈哈哈 闯关成功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好好的聊天了 好啊 刚才那个部分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很好玩 舒服齁 对很舒服 舒服 对 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是来受刑啊 大家好像有点 不怀好意 为什么我这样 我们知道你就是一个很 做很多东西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你应该是一个 很喜欢长鲜的人吧 一定是这样 所以我们才设计那么多桥段跟你玩啊 哦是啊 而且你的问题跟我收到的不一样 哈哈哈 姐姐你知道节目就是这样做的 真的 我可以比你快变化 行 行 行 好 我的转 你觉得你现在是网红吗 我不是啊当然 为什么 我 你的东西都很多人分享很多人赞 很多人赞 然后很多人都 我觉得网红应该符合几个条件的 就是 要很长的po一些自拍照 你很长的可以不要停那么久吗 哈哈哈 没有因为我在想要怎样形容那些照片 是自拍照 然后比如说很很有 Instagram的那种感觉的照片 风景啊 调色 风景吧我觉得是 你还是有很长po啊 没啦我都很多是抱怨啊 比如说没有吃饭啊或者是 骂人 比较负面一点东西 我觉得网红都好像比较正面一点 我真的觉得那是有些 有些时候真的像是追捧的感觉啦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有人很喜欢你的那一套的时候 你心情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千万不要相信我说的话 我觉得这世界没有人应该相信任何人说的话 那也太矛盾了吧 大家就喜欢你的东西 然后你又要大家不要喜欢你的东西 或者不要相信你 OK 应该是这样讲 我讲的东西是某个角度 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诠释 我的只是参考 所以绝对不可以相信 现在有非常多的身份每天在切换吗 电台DJ 电视主持 那比如这么多还有作家 然后又要当网红 对不起我还是觉得那是网红 那每天在切换你 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有点太贪心啊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可是我暂时到现在都找不到原因 反正我就觉得反正闲着就闲着 很多事情我也没有去特别计划 发生什么事 就是让他比如说我写书好了 其实我在早在七八年前我已经开始写 那时候我也不觉得是有什么样的目标 要去达成 所以我每做一件事我觉得可能就是 因为我不能够闲着吧 就是结果就搞成那么多 对 最近还煮菜耶 但是煮饭这件事是真的 你会煮还是最近刚学的 我其实 没有我一直都在煮 我十三岁开始独居 我就一直做饭 当然那时候是因为被逼要自己做饭 然后到后期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住 我也觉得做饭可以 节省时间 所以我都有一个人做饭的习惯 所以你觉得吗 你现在这么多的多重身份 像是环境所逼 的确这样子 我觉得是家庭背景的关系吧 就是 基本上是在一种 自己长大 然后可能你在外面念书 病死掉都没有人理你的那种情况 你就必须要自救和自强 是很重要的 嗯 像平时摄影什么的呢 蛤 摄影啊 摆个集在前面啊 然后那些都是自己选 那个应该就是 剪接自己选 前一幕话吧 比如就是我们在电视这么多年 都大概都看到人家怎样设计啊 大概就一定要高一点 人会瘦一点 类似 所以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 完全是自己做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 我比较不怕给人笑 因为有时候我看我以自己的旧做 我就觉得哇 好不行 所以你会看我以前的东西的人 对啊 就我以前的书也好 或者怎么样都好 我就觉得好不行 可是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还是会做呢 就 我就觉得没关系吧 每个人都有 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就不要怕给人笑 所以真的很多人会笑你 会啊 一定会 会会笑的 安地里啦 哈哈哈哈 会不会 那会不会有人讲说 说不定最集出去就喝网红了 都不知道自己什么 新鲜萝卜皮啊 网红啊 会不会有人讲说 李星妮够了吧 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多东西 真的 他们都觉得我无所不在啊 对啊 你 这是我自由 怪你 忍住 没有反正你就是不要看啊 不要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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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到一些贝卜 骂你啊 骂你啊 口红这个颜色 为什么头发酥这样 你就不要来看啊 没有人用 我妈很想 很喜欢说 生活没有一支枪逼着你去做的 就任何事情是你的选择 你干嘛把你的选择来责备我 那我觉得很奇怪 就又要看你 然后又要骂你头发 对 所以其实他是想想想想想怎么说 引起你的注意吗 或者是想要有一个骂人的管道 那如果我已经遇到他 其实是想骂人管道 随便找一个管道 今天可能是你或我 那就随便了 有很多PM是关于 又有很粗俗的话语说 一些怎么说没有逻辑的话 比如说 你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在路上见你就会打你 然后他没有讲原因哦 我很困扰 可是问题是如果他真的跟你讲 如果他跟你讲原因了 你会接受吗 OK咯 真的 如果你跟我讲原因 说不定我还可以讨论一下 说错了什么 我说了 我说了 你应该不说了 可是你又不说 我说了 那我谈不得谈 这样子咯 这么多的身份 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 是你可能比较没有信心的 演员还是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我已经在没有信心的环境中 找到一个立足点 就是关于演戏这个事情 因为我每次跟导演讲 因为我接戏 我跟他讲 我演不到别人的 我演自己的 导演就说 导演就说 这种叫演吗 事实上就是 就是不是演了 这样子 可是这样子的话 不会觉得没有突破吗 还好 需要我突破的地方 还多的是 演戏那一块 就交给其他人吧 好啊 可是我们现在真的要进行 演戏的这个部分 真的吗 好啊 那你就看一下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大辣 你知道给他什么 我就好啊 没有 可是问题是 你收获不是拿咯 来咯 我只能做到这样而已 这样来咯 其实是很简单的 好 就是表情包 好啊 这个用语 好啊 那开始咯 好啊 stand by stand by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李欣怡 画了很漂亮的妆容 来到来咯 那他走进来的时候 哇 肚子一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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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到不行 才忍不住 偷偷放了个屁 可是他演示这个尴尬 因为旁边很多人 看到 都是看到李欣怡 然后 结果没办法 李欣怡就只好一直猛吸自己的屁 希望这个臭会赶快消失 我就在这个时候 李欣怡发现 迎面走来自己的男友 没想到男友身边 竟然牵着自己的好姐妹 他惊讶不已 惊讶到眼睛睁大 眼睛睁很大 眼睛 眼睛 对对对 嘴巴也张大 嘴巴张大到可以塞进一颗拳头的程度 这时候男友和他对望 李星宜立刻收回所有的表情 喊泪唱出自己的歌曲 善待你的前女友 善待你的前女友 青春差一点被我修了 我忘记歌词 用分开让你成熟 更好的你 你觉得你刚刚那一段怎么样 当然不行啊 拜托怎么了 就是大家应该有其他嘉宾会上 然后有没有做到演戏的 其他人都有做到演戏的 没有都特别为你为你而设 每个嘉宾都有不同的内容 我觉得 因为那个 剧情有点太阔 可是讲真的 你有没有试过 你看到男友跟牵着别人啊 没有耶 可是我有试过 稍微的揭穿他的劈腿这个事情 可是没有在目睹整个过程 我觉得男生都是选择逃避类的 就是他会用完所有的理由去解释之后 然后告诉你 啊没有啦 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 他只是不要把那个真相说出来 如果女生被掳了太久的话 就拜托醒目一点 就赶快放手吧 哎 讲得容易做得难啊 的确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常常在说完一堆这样子的话之后都说 那你现在的情绪是这样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之后很多事情生活轮不到你做选择 你还是必须要离开的 你觉得自己是敢爱敢恨的人吗 算是吧 嗯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段跟敢爱敢恨有关 就是你直觉有或没有就要回答 好啊 好啊 好不好 好 神秘人把枪送上我们很重要的道具 谢谢 你要大还是小 大 我喜欢大的枪 我们有这个枪呢 然后我们面前呢有一个白板 上面有yes和no 也就是说我等一下问的问题 如果你的答案是yes的话 你就向那个yes瞄准 用枪来表达你的答案 可是啊如果我射不准呢 如果你真的射不准 好给你多一次机会啦 好啊 好啊 因为大家可能对枪不熟悉 麻辣敢爱敢恨有没有 第一题 现在有没有跟前男友联络 根本不用考虑啊 很准耶 我们前两天才喝东西 谁啊 吴嘉辉 有没有曾经跟好姐妹喜欢上同一个人 为什么 我的朋友好像都看不太上我的选择 就是他们对我的选择都蛮 妥气 就是对啊 有点抓不着头脑 好 第三题 有没有试过一夜情 一夜情 有没有做过第三周 有试过一次被隐瞒的情况那种 他的女朋友来找我 我才知道 Oops 然后咧 然后我就跟他就断了呗 还有什么好 你就马上对不起 然后就退场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就这个男的连这样子都要骗的话 我为什么还要选择跟他在一起 有没有五个以上的前男友 有耶 五个以上耶 厉害 姐姐 所以跟厉害有什么关系 如果厉害的话 他就不会都是前男友啊 请勿坎坷 真的 有没有曾经把别人的秘密讲出来 这还用问吗 每个人都会把别人的秘密讲出来啊 没有耶 这个很是常识好不好 很多人都说他们口风很紧的 特别是这种人 一定会讲的 最大的谎话 真的 所以从这个游戏当中 真的发现你是敢爱敢恨的人 你要不要 就是写着敢爱敢恨 尝试一下我问你 不要啊 我要进入下一个环节 不要啊 把枪给我 还给我做好 乖乖的被访 自己在面子书啊 也不吝啬地很爱分享各种各种的 关于感情也好的 或者是人生观也好的 独特的见解和看法啦 其实那些都是你自己本身的经验吗 我觉得一半是我自己 另外一半是我的朋友吧 就是我觉得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的 因为其实我朋友不多啊 就像我唱的歌一样 可是他们总是有事的时候都会来找我 可能就觉得 我有那种被 就骂醒他们的天分吧 争议感 就我觉得很多时候是 在那个情况的人都会变得很笨 所以需要外面一个 比较清醒一点的人 去给他们一些意见 可是讲的也是多余的 因为不会挺的 那你自己呢 难道你没有需要被别人骂醒的一刻吗 肯定也有吧 一定也有啊 就像一个医生一样 他自己也会得病啊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训练的过程来的 就是 我觉得每一次遇到挫折 还是 失恋 它其实都会越来 让我自己越来越强大 如果你有做自我检讨的动作的话 就你其实刚刚有一题嘛 也是刚刚快问 就是我们的鬼问题 神回复你有达到的 樱桃小丸子你选择的 而不是丸的无门 其实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这两个是两个女性的不同的面貌和代表 关键就是删除法 我为什么要去拯救世界啊 然后我们好累哦 看他打到 你身材很好啊 那个 可以练啦 就是自己收住 不要给人家看这样 可是樱桃小丸子有很练 有很厉害的身材 也很奇怪 没有我是觉得樱桃小丸子是一个很可爱的角色 就一直都有身边很多人爱他 我觉得很多人都想不劳而获啦 包括樱桃小丸子就不用打到半死才有人爱他这样 所以你是很渴望爱吗 我觉得每个人都渴望爱吧 就是像他一样就是很容易的就让人喜欢 对对对 那可能也是我一个没有办法到达的点 就是大家都会把我看成一个很有趣力感的人 所以你是那种如果真的有好的人了 你会想要暗地下来吗 一直都想 想要不要做 然后就是 不难不做 我觉得女生最不行就是不工作 因为这是这年头女生的尊严也很重要 就男生都很常讲 我的尊严我的尊严 因为女生也很需要尊严 怎么讲 收入来源一定要有 可是工作模式可以 就是与时并进一点没关系 不一定要上班类的 那对未来的那个人有想象吗 你知道我们总是会憧憬的 少来我单身的时候也会一直憧憬那个人 应该是这样讲 当你经历过沧海商田 就是那个五个影响 你就说哎呀 想讲 我拦了好头啦 我翻了好手 那会不会至少就是想说 至少遇到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希望的 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人你不要接触他 当然OK 接触当然就是我觉得说谎不行啦 骗 骗这个东西真的不行 很多人说哎呀我善意的谎言 男人们必须要搞清楚 很多时候不是你要讲善意的谎言 而是你懒惰解释 这是不一样的层次 如果你常常觉得 我瞒着我的女朋友去跟我的兄弟喝茶 是因为我不想他担心 事实上你只是不想跟你的女伴解释 你去哪里啦跟谁在一起啦 去多久啦几点回家啊 所以这是你内心的声音 请你证实 可是这样子的谎言是很难你一眼就看得出 那个人是这样子的啊 今天可以的 所以你现在是可以scan得到 有一点 可是如果遇到我觉得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爱情里面 用一个词子很对的 我们说对手 你的另外一半必须要跟你同样的层次 你们是可以互相的相处 伎俩上或者在功夫上 功夫 大家自己想象啊 在功夫上还可以堆上了 好吗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会结婚的人吗 我一定 我是一定会结婚的 你现在已经三十 你是要这样提醒我吗 就你会给自己一个 三十三 要怎样 没有 三十三 很好 但是你会想说在什么年龄段之前 有想要解决这件事吗 或者是大概希望到什么时候 我跟你说 最近我跟我的女性朋友聊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要动软了 对 所以你真的有想这件事 有啊 就遇不到这样 不要生啊 生不到 身体不好 要生的人 你是要生的人 又要生又要结婚的人 可是又还没遇到 我最近在看我哥 在带他那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 我有重新在思考 要不要生小朋友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太辛苦了 就只是这一个而已 那如果遇到一个肯负责任 然后也肯跟我一起花心思 照顾孩子的男人 应该没有问题 李欣怡要动软新标题 真的 有没有详细 请P.M.我 在下面 哪里一个医生 哪里一间医院 十年之后的我啊 其实我很想要做全职的作者 对 就可能不要再化妆梳头 不要再荧幕上出现 就躲在后面就好 什么 你已经抛头路面这么久了 你现在想要赢 要洗尽鲜花 真的 真的 对 为什么啊 我觉得关键是我懒惰了开始 就比如说现在的社交媒体 大家都在你知道品牌啊 或者是就大家都会觉得生活数字这样 反正走到这个一个极端点 我反而想归零了 还是你会觉得说我已经做了这么多 大家都知道我是李欣怡啦 到时候没有人不知道我了 我就可以专心写书了 我跟你说 我又要讲了 你说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 有任何的新闻出现 我问你哦 你有没有看留言 下面最多的说法是什么 谁来的 我根本不认识他啊 可是世界那么大 我跟你讲 下面有很多人留言 这是谁啊 聊这样久 我根本不认识他 所以你说大家都在这里是李欣 这是完全不成立的 好啦 世界那么大总会有 一个部分 可能你还没策略到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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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生到这个阶段了 33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事情 会一直提醒自己的 我觉得是 宠辱不惊四个字 尤其是在我们这一行 随时都有很多人喜欢 随时都有很多人讨厌 所以无论是遇到好的事或坏的事 你自己的稳定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这样会不会有 深夜的时候 就会想起一些人 或者有什么话会想要跟他讲的 我们有一个小卡片 准备给他 好吗 来 我借你一个板子 好啊 你会是那种吗 深夜的时候会想起某个人的人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个人 对 每天都见到的人吗 我没有 我们家 因为我讲到这个我就不能够认 我们家人远浅 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从小我13岁就离家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母亲有很紧密的生活 任何一个家人都好 就是妈 爸 我哥 我们都没有太深厚的缘分可以一起生活 所以我母亲是给我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人 这样子 我觉得我是她的精神的延续 现在我做的时候的事情都是因为我母亲对我 虽然没有很长时间 可是就是很深刻的一个教育 你们会联络吗 现在 她很常就是一边看电视一边视频召唤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她眼睛没有看我了 就看电视 妹 怎样啊 妹 就电话在这边 所以是很紧密的关系吗 你们 是 可是也是很有遗憾的 因为我妈生我的时候是37岁 就比我现在大很多很多 当初如果不是有我妈这种强势的个性的话 我跟我哥不会活得好好的 对 然后我们不会受教育 也不会有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 跟希望生活没有对我们太残忍 可是我们现在都好像熬过来了 妈妈真的是一个教你很多 我妈曾经试过当泥水工人 你知道 就是她跟我说 要推着那个扬灰车 对对对 因为就是生活的需要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我不用去推泥水车的话 那我应该还是需要感恩生活的 这样子 感谢欣怡今天在泥水当中结束我们的深夜食谈 谢谢欣怡 谢谢谢谢谢谢 说一声晚安 晚安啊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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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